小凤 本郡主毁婚之事 是否已经传出 已经传出 但还是有些 想要提亲的公子们 正等着见您 还来 郡主的聪慧貌美 声名远播 您虽是毁婚 但不论是民间议论 还是各府名门 大多是觉得 神府配不上郡主 郡主才悬崖勒马 听闻者 都在为您叫好呢 这螳螂为了择偶 都肯被母螳螂吃掉 我看郡主如何做 都是难以抵挡 飞蛾扑火的 好 那就一不做 二不休 我就要让他们知道 来我马府提亲者 只有绝望 世人都没有希望 走 会客 是 各位公子请坐 谢郡主 禀郡主 这位是已故上书 齐大人之子 齐公子 郡主 这位是陆州刺史柳大人之子 柳石公子 那位是先进大将军 乔将军之后 乔公子 郡主好 各位公子的来意 总管小凤皆已告知 各位都是名门之后 家世不凡 一路也看到了 奎州城之名情 若是有所谏言 摘星极其愿意倾听 但若是各位公子 只为提亲而来 恕斋心婉拒 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我等 早有耳闻 郡主对任何求情 一向不给情面拒之门外 甚至允诺婚事者 亦是悔婚 始终是瞧不上眼 但我等 文韬武略是无一不同 必是胜过那神府 与任何以往的功词 郡主 如有任何策考 放马来 小凤 是 抬上来 郡主放此木箱 莫非是要以此箱 行文作诗 这三只木箱当中 只有一箱 放置了三只彩蝶 若是有人能答出 是在哪一箱 便可谈亲事 这木箱 锦时难窥 试问郡主 如何能看得出 这木箱里有彩蝶 用耳听 用耳听 用听的 世间万物 无论是风 是蝶 皆有其行 其音 彩蝶振翅 亦会有其声 若是可以听得出它 便是答对了此题不是 奇朗 神势之间 还有人听得 这彩蝶振翅 在下明白了 请郡主稍等 如此舍单 凑凑她的锐气 一定可以取得 她的八一太 这样我们 定可以扬名立案了 各位公子 可有正确的选择 在下也是 思索一番才懂 所谓智勇双全 郡主 这是在测我们的智 我等各选不同 牧乡 必有一人可重 如此一来 你们之中 也只有一人通过 不是 众人皆知 马府提亲 如铜墙铁壁 与其说是来提亲 不如说是来挑战 只要我等能 共谋破题 那便可扬名立万 不论是否真成婚事 都值 都值 小凤 开销 是 我先来 你看看 乔公子 可惜了 承认了 你也没份 两位哥哥 请打开 等着喝我的喜酒吧 这 这 这 本郡主早已严防 有人会如你之策 失了初衷 若是真可以听见彩蝶 振翅之音 便会知道 皆为空降 郡主 你这是在强人所难啊 试问这天下间 谁能看得见这风之行 谁又能听得见 这彩蝶振翅之音呢 郎 或许可以吧 曾经 我也认为这绝非常人 需要有超凡之能力 但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逐渐明白 此非超凡 关键在心 若郡主想孤独一生 无须拿一些莫名虚无的大道理 来刁难在下 羞辱了我们这些提亲者 好 那就请各位公子 多多回去警告他人 来我马府提亲者 来一个 我羞辱一个 告辞 有兵啊 什么蝴蝶 什么牧下 这边挑着人呢 就是 累死我了 小凤 如果都这样了 明日还有人来提亲的话 就直接说我中病不起了吧 这道题 也只有那个人能破了吧 可是这么多年了 那人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郡主难道真的要孤独终老啊 我做好了吗 我做工-